2017年 北大著名教授赵宝旭的夫人 陈思寇逝世 享年96岁 临终前她一时清醒 却选择自行断水断食 最终离开这个世界 儿女们痛惜表示 母亲中病逝态度坚决不肯进食 撬开我的嘴我也不吃 如此行为让人很是不解 然而去世前 她留下一番话引发无数人的共鸣 也让人更加理解她最后的选择 陈思寇为何要这么做呢 她又留下了一句怎样的话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2012年 北大著名教授赵宝旭去世 有记者问陈思寇 你打算怎么度过晚年生活 在大部分人印象里 失去老伴的独居老人都会被寂寞包围 日子并不好过 陈思寇对此不以为然 我都超过平均年龄了 现在想走得快一点 儿女们想要将母亲接到自己家中居住 担心她会沉浸在 父亲离世的悲伤中不能自拔 但陈思寇也拒绝了儿女们的邀请 活过半个多世纪的陈思寇 早就拥有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 习惯了依赖别人就会变得懒散 而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后 身体素质就会下降 老人是弱势群体 身体弱精神也弱 人到了70岁以后 身体每框愈下 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很容易跟社会脱节 尤其是独居老人 90%都患有忧郁症 所以陈思寇认为 不能在潜意识里当作自己是老人 更不能让自己闲下来 否则就会很难过 容易出毛病 她自己买菜做饭刷碗 衣服也是自己洗 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从来不给自己胡思乱想的功夫 每天早上六点 她就开始忙碌 先是做按摩 做早操 再边看电视边准备早餐 吃完饭后 她开始读报纸看书 拿着笔记本勾勾画画 这是她和丈夫多年形成的习惯 一直没有放下 闲下来的时候 她也会像年轻人一样追剧 跟着剧中人物的悲语乐走 反正没人看见 想哭想笑都行 子女们总是担心 她一个人在家孤独 每隔几天就要回家看看 反倒是陈思寇自己觉得挺不耐烦 我忙着呢 你们自己没事干嘛 私心里她也有自己的打算 一方面自己确实老了 天天和孩子们腻歪在一起 到时候自己走了 他们心里很难适应 另一方面在于 她还是不希望别人 把她当成弱势群体 一个人生活是常态 而女们来看她那是福分 不是她们理所应当的事情 她完全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与义务 后来女儿张罗着 要给她请个保姆 她也不喜欢 觉得与别人共处一室不舒服 最后母女达成一致 保姆一周只来两次 负责收拾家里的卫生就好 其他的是她自己干 这种充实的生活与积极的心态 养出了陈思寇坚韧的身体素质 她退休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处在 没时间乱想的状态 天天让自己忙得像陀螺 相比其他热衷吃保健品 调养药物的老伙伴 反而是她最少得病 所谓是药三分毒 频繁吃药会降低耐药性 等以后真有病情需要用药时 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且很多药物还会产生副作用 本来老人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慢 如果再受到副作用影响 那反而对身体更加不好 这当然不是说鼓励老人患病不就医吃药 而是希望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好心态 不要万事都往复面想 心理学和医学研究表明 快乐的情绪可以降低内分泌的压力激素水平 提高免疫系统能力 对身体产生积极影响 陈思寇认为 人上了年纪 应该懂得一些健康保养的方法 而不是小病小痛就乱偷医 他退休后患过皮肤扫养症 白天难受晚上游肾 钻心的扫养感常常令他夜不能寐 他去医院拿了药膏 涂抹了很久都没效果 于是他决定自己给自己看病 亲自寻找解决方法 陈思寇开始阅读健康养生方面的书籍 改变了饮食习惯 又学会了穴位按摩 解决了自己的皮肤扫养症 甚至后来他还靠着坚持按摩穴位 顺利治好了他腰部的问题 加上配合着适当的腰部活动 一直也没有再犯过 养生 学习 保持好心情 别有事没事往医院跑吓唬自己 与其说陈思寇是做好了离世 死亡的心理准备 不如说他是调整好了心态 这种心态不论在哪个年龄段 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当年陈思寇还是个年轻女孩 五岁丧母贫困至极 只能暂住在别人家里 行动看人眼色 重男轻女思想泛滥的年代 陈思寇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 他不喜欢这种生活 拼命想换个活法 恰逢西方新思想涌入中国之际 他拼命学习知识 在外做小工赚取学费 勤工俭学 每天苦读 一步步靠着汗水往上走 陈思寇一路考进了北京大学 至此 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思想得到了升华 立志要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 为祖国奋斗 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奋斗 在这里 他接触到了许多志同道合 学识渊博的人 也结识了与他相守一生的爱人赵宝旭 赵宝旭参加过学生运动 对这个性格直爽 独立自由的女孩很是欣赏 两人结成伴侣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成了对方最信任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之后 赵宝旭回到北京大学任职 成了北大的政治系主任 陈思寇也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担任老师 才子家人柴米夫妻 两人相伴多年 一直到2012年1月 90岁的赵宝旭老先生因为癌症离世 这之后陈思寇就开启了自己的独居生活 他很思念丈夫 但并没有一位沉溺其中 他很高兴能陪丈夫走完这最后一程 也很庆幸 丈夫走得并不痛苦 少了一个人的陪伴 他想尽办法让自己过得充实 每天读书看报洗衣烧饭 从不让自己闲着 偶尽身体出电小毛病 也不肯轻易去看医生 在陈思寇的认知里 即便是老了也要活得体面 不能成为颓态的弱势群体 更不能因为贪生未死而活在恐惧与异想里 我已经活够本了 人固有生死 没什么可怕的 2015年陈思寇出现了尿穴情况 他冥冥中感觉到自己到了生命尽头 这一次看书按摩不能解决问题了 在子女的劝说下 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发现左肾上有一个肿瘤 医生说很可能是癌症 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最终他还是不肯接受治疗 他对子女们说 自己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 与其做手术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不如坦然面对 没人扭得过他 这个95岁的老太太离开医院回到家里 选择用自己的治疗方法保养身体 她调整饮食 不再吃酸性的鱼肉 改吃碱性的蔬菜 每天依然忙碌着看电视看书 一粒药也不肯吃 不知是肿瘤确实不严重 还是这种积极心态起了大作用 整整两年里陈思寇身体没再出现毛病 世人都愿长寿 千古一帝秦始皇都修丹炼药 想要长生不老 更别说普通人了 然而在陈思寇看来 生命更重要的是厚度而非长度 人吃无骨得百病 如果每天掰着手指数自己还能活几天 那真是生不如死的煎熬 这种自我修养的平静日子 终于还是被病魔打破 两年后 97岁的陈思寇再度进了医院 那颗如定时炸弹一样的肿瘤 终于爆炸了 这次病魔来势汹汹 短短半年 陈思寇就到了无法下床的地步 但他依然不肯吃药 直到病症发作都没有到医院复查过 子女们轮番劝说也不顶用 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的年纪已经到了 现在只希望走得快一点 不给孩子们和社会添麻烦 自己少受些罪 这句话让孩子们无法反驳 也令人我们深思 在生命尽头 到底是该多挽留 还是该体面离别 2017年10月17日 在生命的倒数第四天 陈思寇开始断食 他的头脑特别清醒 但除了饮水其他一律不吃 生命的倒数第二天 他断水断食 把饭放在他嘴边 他也会用手捂住嘴 撬开嘴我也不吃 10月21日 四天水米不尽的陈思寇 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给他坚强从容的一生 画上了圆满句号 他走得干脆利索 带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没留下任何遗憾的事 人总是无法决定 如何来到世界 但可以决定如何离开 不是每个人都有陈思寇 这样的勇气 活着的时候用尽全力 死了也不带遗憾 只留下一句饱含哲理的遗言 任后人思考 中国早已迈入老龄化阶段 60岁以上人口越来越多 近乎占据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关于养老老年人精神状态 老年医保等词条 一直是社会上热议的问题 但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 最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其实是死亡 这是一个未知领域 在生命力不断流逝的事实面前 老年人难免感到恐惧 畏惧是必然的 但是畏惧过后 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 做到沉思扣一样淡泊通透 毕竟还是难事 尤其是独居丧偶的老年人 如果子女不在身边 很容易会感到孤独与无助 他们的心理状态 往往更值得我们关注 这些老人最需要的 往往就是陪伴与爱 人总会老去 我们如今让老年人老有所依 相信未来我们的老年生活 也能温暖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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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